德国联邦议会两个代表团原定9月访华 但中国拒绝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访华 另一代表团里一位绿党议员也遭到中国的抵制 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称 中国拒绝德国联邦议院人权委员会访华 德国联盟党人权政策发言人布兰特 米球不论当地时间8月3日在柏林表示 中国官方拒绝准许代表团入境 代表团原本计划9月访华 其中包括访问北京、新疆和西藏访华 重点话题为中国信教少数民族的状况 中国政府曾邀请西方记者采访新疆在教育营 新华社布兰特称这是诚意警百 让人们看到那些敢于为人权问题清晰发生 并敢于痛伤口的人会得到什么待遇 此前中方已拒绝德国绿党议员鲍泽 马格里波斯参加访华团 鲍泽是德国联邦议会数字化议成访华团的代表 由于中方拒绝鲍泽随团访华 该团访华计划也可能搁浅 鲍泽一直就中国新疆少数民族问题发生 他批评中国在新疆设立在教育营 鲍泽在接受德西社采访时表示 中方表示 只要我在代表团的名单上 委员会就不能去中国访问 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 这就是中方尝试用这种方式 让那些为人权大声疾呼的议员都销声 德国联邦议会绝不允许接受中国的这种做法 德国联邦议会数字化议成委员会原定8月23日起访华一周 其中包括参观上海和北京的初创企业 并访问一个智能科技员 绿党议员鲍泽临时替代一位绿党议员加入了代表团 鲍泽在一封鞋给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明确表示 无论是他本人还是议会党团联盟 都没有理由放弃这次行程 他仍然会继续留在代表团里 他还说绿党议会党团主席也支持他的做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